6月21號行政部門跟阿漢森收到傳票 結果收到傳票他反而又開始通知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書就行政部門確定駕駛 其實很清楚朱立人就是在踐踏司法 朱立人現在做法就跟大埔用怪手去毀田 用怪手去威脅人民的房子是一樣的事情 他要造成一個既定的事實 那我們看今天的天氣這幾天都三十幾度以上 樹道用石方很少 我們現在看江翠這個地方 這幾天他從6月26號6月23號到現在 在江翠這裡一直非常非常的熱 那我們在台北市朱立人說過一句話 他今年的植樹月他說 在新北市絕對不會讓老樹受到傷害 結果受到傷害的讓老樹受到傷害就是朱立人 而且他不只是讓老樹受到傷害他還踐踏司法 那我們絕對不會讓這種陽謀得逞 他的想法就是造成既定事實 不然你是要怎樣 頂多賠錢吧 新北市政府的想法就是這個樣子 當時的心情是為了老樹拼命了 但是還是有點惶恐 然後不曉得我會不會一步踩空就掉死 因為那個鏈子在脖子上 那現在的心情是很無奈 而且覺得對我們這個社會感到失望 甚至我覺得現在有點討厭我住在台灣 所以我現在心情是這樣 可是我還是繼續會替老樹化身 因為我們太愛大自然了 而且這些樹對我們來講太多太多的回憶 我最後是想希望是說 跟江翠的歷屆的校友 跟現在以及未來的學生 還有在校的老師們對不起 因為我們沒有成功復數 謝謝 當時在樹上警察請我下來 我說我如果一下來這個樹馬上就移走了 那果不出所料 第二天這個樹連根拔除都不見了 那對於這些 這種 承包單位這種粗暴的行為 真的是非常痛心 我覺得我們國家 到底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政策 或是在農業局 在樹木的遺址方面 或老樹的保護方面 是不是要重新修房 一定要從法治來保護這些老樹 今天我們就是司法要來驗證 朱立倫在踐踏實法 他把樹毀損公務的證據 就這樣驗滅掉 然後今天還來開政察庭 其實司法已經被踐踏了 那我們希望司法要還給老樹一個公道 那老樹被這樣子對待 我想人民都不會忘記 那朱立倫 他如果要再更上層樓 人民都不會忘記他所做下的報警 一個市長會對老樹這個樣子 那他對人民會怎麼樣子 我們大家都可以想像 今天我們就是準備了這些相片 已經被移到三重極限公園的 這些江翠老樹的慘況 還有甚至是 在江翠國中裡面已經死掉了樹 那這些證據 我們全部會給檢察官看說 已經是在毀損公務的現行犯 那市長這樣子的出報的退訴的行為 司法一定要引起 一定要有所情緒 要還給老樹一個公道 現在這個案子呢 雖然現在行政部門已經以行政去凌駕司法 但是我們覺得砍訴一定要究責 如果不究責呢 他們一定還會是明知故犯 就算你有司法的防線 止癌的正義不是正義 訴都已經被他們砍完了 在這個 在這個江翠砍訴事件之前的2010年呢 就是在石雕公園 當時也是江翠派訴所砍訴 之後因為沒有究責 所以讓同樣的包商在三年之後呢 繼續又在江翠國中這種 在校園裡面砍訴做負面示範 我願游泳於樹海 我願游泳於樹海 搶救江翠老樹 搶救江翠老樹 一棵樹一條命 為老樹究責 為老樹究責 一棵樹一條命 為老樹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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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樹一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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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樹一條命